大家好,我是西山 今天早晨呢,练完圈之后呢 我还继续和大家呢 分享,交流,共同探讨 传统阳式,八十五式,太子拳 前两天呢,我发了一个 三十分钟的八十五式的太子拳 昨天呢,我看到网上的一位拳友 在和我交流的时候呢 他说,你的单边为什么不用右脚的石腿转换 当时我看了一下呢,没有细细的去考量他 我就说呢,我是转腰不转胳 这个转腰不转胳 现在我早上,今天早上练过拳了以后呢 我呢,又把这位拳友讲的话呢 又把它回忆一下 自己又做了一下 我想这位拳友做的这个动作呢 他肯定从蓝缺我先按 然后呢,它是慢慢的,它是这样的,石腿的转 然后再带过来 然后再慢慢的过来 但是我具体我也不是太明白啊 就是因为我没看到这位拳友的视频 他应该讲,大概他讲的就是这一条腿啊 他是能慢慢的呢,他是慢慢的随着这个转换过来 石腿转换 就是当时我回答我说我转腰不转胳 我说的这个转腰不转胳呢 我们明白他的这一个动作 我看董古岭先生呢 他都是牵回重心 然后呢,把脚尖翘起来 他是虚腿的转换 然后呢 再过来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过来以后呢 你看,手回腿回 手膝相合 手旋 腿旋 然后松成 落下来 就是我通过这个拳友的那条评论呢 我仔细的想一想 他这个练这个八十五呢 他还可以呢 是这样就好 他都在这个尺肩上 然后再回来 我只能这么说呢 这种也是一种练拳的方式 太极拳 各有各的练法 我因为我这段时间呢 我都是在仔细的 认真的 观看 董福林先生的视频 所以呢 我是按照董福林先生的视频打的 啊 就是 他大动作都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个趋势的变化 重重心的转换呢 他可能个人有个人的体会和感悟 啊 我感谢这位全友 他他是认真地看了我的视频 然后呢 再跟我认真地交流 啊 这样的全友呢 我最高兴 最欢迎 和他们在一起交流 啊 这个面全的交流 两个人的层次相同 这时候呢 我们的沟通 对话 交流 很顺畅 啊 如果层次比我高的人呢 我高山养之 我必须要呢 虚心地向他学习 请教 求教 啊 至于这个层次低的人 他说了一些话呢 我们只能说呢 不要去 太在意别人说什么 啊 就是我自己念的是什么 就是什么 啊 就是 今天呢 我主要这个视频 我就是呢 来 分享 和这位全友 分享的 这个 实腿转换和虚腿转换的问题 啊 这位全友说的很好 但是我发在 北家号 有一位全友 他可能年轻 啊 我 我打的是成全 我做了一个 懒扎衣 啊 我做出来了 啊 就当化成开 偏满步 这个尾谷呢 啊 他是在 两脚距离的 偏右脚的 三分之一处 他的重心在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合在这个地方 啊 后来呢 他跟我 我说了 很多很多的 有关 权力 权力 上面的东西 我开始呢 我感觉到有一点 高深 莫测 我也想呢 仔细看他的文字 想从里面呢 记取经验 啊 记取 营利 但是呢 他后面他又说个什么呢 所有的 懒扎衣 都是公布 他说懒扎衣 都是公布 我 我就跟他 交流了啊 我就说呢 呃 陈家沟 每一位 权师 老师 他在做懒扎衣的时候 都不是公布 他就说 你说错了 都是公布 后来呢 他接了 呃 陈振雷的 懒扎衣 陈小旺的 懒扎衣 王锡安的 懒扎衣 啊 陈老虎的 懒扎衣 他把视频 把这个定视 接屏给我看 他说 我视频都接给你看了 说公布 你为什么 还要说是偏 还要说是 马步 啊 我呢 看了以后呢 我心里面呢 很难受 所以 心里面 因为呢 这些年轻人 啊 我也不知道他的年龄啊 反正我认为 他这么一种说法 他肯定是年轻人 他喜爱太子权 他接受太子权的时间呢 又不太长 啊 他把这个呢 偏马步 他把他呢 啊 这个偏马步 他把他输成了 公布 啊 呃 陈家国的那些老师呢 他的这个 步子 他就大 他就 偏成这样 他把这样子呢 他把他输成了 公布 啊 呃 后来我就跟他说 这 这个呢 都是偏马步 不是公布 公布 比方说 我们在做这个双胎掌 公布 胸口是朝这个方向 这个是公布 啊 洛西奥布 这个是公布 这才是公布 你在这种情况 他不可能公 不可能是公布的 啊 但是在网上面呢 也有一些人 打得低 他把两个脚外扒 然后把那个腿伸得比直 这样 也会被误人为公布 但是这也还不是公布 因为公布他要转身的 啊 就通过这个呢 呃 后来这位拳友呢 就说呢 啊 打住打住 到此为止 也许呢 他听我说了以后呢 他也明白了这个 这个问题 啊 这也是一种交流 我呢 也就不说话了 啊 呃 当然了 我今天我拍这个视频 我并不是去来 呃 说别人怎么样 我是对这个事情 不对人 啊 就是呢 呃 我就是要每 跟每个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啊 你要交流 必须跟相同层次的人 在一起交流 对话呢 这是我 大家说的很明确 大家说的东西呢 都会很明白 因为你不在一个层次 啊 比如说 那位先生 他比我的层次高 我我做他这个动作 他会说出来 啊 你这个 做的不好 有什么地方 不对 如果他不说你到底 不对在什么地方 我也很糊里糊涂 只有呢 只有去虚心的求教 然后听他说 怎么来解释 这个问题 啊 呃 那个 再说呢 那个层次比你低的人呢 他练权的感悟 他没到那个层次 你说的东西呢 跟他说的东西 你说的是对的 我认为是对的 对于他来说 他认为是错的 这 站在他的角度 他也是对的 我们不能说别人错 因为他就在他那个层次 啊 就是说呢 这个交流 我喜欢呢 啊 真心的交流 我反对什么呢 最反对是什么呢 他又不练个太极拳 啊 他看到你的视频过之后呢 他就指责你 你这个拳能不能打 又不能打 遇到上台 你就被人打死了 我都快气势的人啊 我上什么擂台 我跟谁打 打谁 打小狗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的 练太极拳 都是 锻炼身体 啊 修心 养性 不去谈机器 你谈机器 你和谁谈体器 你不练 你这 我到这个年龄了 到我这个经历体力 你和谁去谈 这番太生 他很厉害 他到七十四八十岁的时候 他和谁去 再谈拳击 去打拳击 他只能跟别人交流 他以前的经验 他再和别人动手 他肯定打不过年轻人的 啊 还是我以前说的 王湘摘先生 年轻的时候 如此厉害 机器的装法 用法都是很厉害 他为什么到七十岁之后 他专门谈养生 他不谈机器啊 都是一样的道理 人要富老 绝不是像 太极权论你说的 啊 冒跌 老人能欲 众人 那都是空话 都是一种想象 啊 嗯